您也是报了一个奇葩心脚痛上来的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我呀 当时就左侧这边 胳膊麻 有酸有疼 完了就没得往心里去 后来上骨伤医院求去呢 你说这没有毛病 完之后建议我上心脏中心求去 我上心脏中心检查是心脚痛嘛 完之后就检查毒了嘛 毒了85%了 您说您一开始去骨伤医院了 您以为是什么毛病啊 我以为我这胳膊 肩膀跟这什么事儿疼吗 肩膀炎跟这 这胳膊疼吗 以为这毛病 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发作 您还以为就是一个尖周炎犯了呢 以为尖周炎犯了 以为胳膊毛病啊 您现在想想危不危险啊 是危险 是危险 那您知不知道 就是为什么心脏病发作了 带着您这胳膊会疼呢 不清楚了咱们哪儿 咱也不懂得啊 就这把这儿 这儿就是这把 疼得厉害 这把这儿 蹬蹬 抓着呢 前后腱都疼在那儿 所以这还真的是一个奇葩心脚痛 来 您翻过来 表现的症状呢 就是 左上肢无力 对 左上肢无力 好 咱们来看看当时发作的时候 留下的一些影像资料 张主任 您跟我们说一说 当时这位患者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 一个严重的情况了 它呀 就是表现为左侧肩甲部 和左侧上肢的这种疼痛无力 给它珍弄出来了 这是心脏的问题 然后呢 就做了造影 做造影以后呢 这个 这一只大血管 心脏一只大血管 这是心脏上的血管 对 心脏上的血管 你看这个部位 有85%的狭窄了 85%的狭窄 所以说呢 在这儿 给它植入一枚支架以后呢 术后呢 这个狭窄呢 就消失了 就血管呢 重建以后 完全恢复正常了 血流呢 也恢复正常了 那么它恢复了以后呢 它的症状 左侧肩甲 左上肢的症状呢 也就迅速地 完全地消失了 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这就是说 治疗效果 佐证了 这个是一个心脚痛的表现 是这样的 您看刚才阿姨提到 自己发作的时候 还以为就是 肩胸炎带来的疼呢 真没想到是 心梗啊 都堵了85%了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 医学常识的朋友 如果真的是 左上肢出现 无力的情况 很有可能会联想到 是不是脑梗了 但真的不会想到 这是心梗发作的表现 这个也是 左侧的这个肩胛部位 和左上肢的这些症状 有酸癌 脏痛 也是我们心肌缺血 心脚痛 或者是心肌梗死的 一个少见症状 才属于牵涉痛的范畴 这是比较明确的 研究了比较吐彻的 是吧 这一侧的神经 出现局部疾病以后 他们呢 传导 传入神经 也是把局部病变的信息 通过神经系统 传到大脑 感知到 那么我们心脏的呢 跟它走的是一条通路 神经是一条通路 所以说呢 它会误感知 误判 我们叫做呢 牵涉痛 只有左上肢会有感觉吗 右上肢会有不舒服 无力 麻 这样的感觉吗 那么迄今为止呢 我还没有见到 由右上肢为表现的 这种心脚痛 也许存在着 但是呢 我还没有见到 还没有见到 而且刚才阿姨 在描述的时候 还提到 就是这个地方 脖子下面的地方 感觉到疼 这也算是啊 这也是 这个区域嘛 左侧的肩甲区域 这是一个区域 它的传入神经 都是在这个区域的 所以真的是很复杂 你发现没 而且其实我们都说到 这个上肢无力 大家经常会想到 脑部的问题 确实是 而且这个上肢无力 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这个骨科的方面 可能也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症状 或者颈椎病 对啊 或者颈椎病 压迫神经 也会感觉到 所上之无力 而且经常 比如说干活 干累了呀什么的 也会压倒了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作为我们普通人 我们怎么分辨呀 就更难分清楚了 有能够见别的方法吗 有区分吗 有的 就是我们今天谈这些 心脚痛的这种奇葩表现 或者是少见 罕见症状 甭管它表现在哪儿 是牙 是嗓子 还是肩胛 左上肢 它的本质疾病 还是心脚痛 还是心肌缺血 万变不离其宗 它符合心肌缺血 心脚痛的特点 心脚痛的特点呢 就是一般不会超过 二十分钟 那么一般也在两分钟以上 两分钟以上 如果要是骨头 或者是颈椎 所带来的无力 会持续对着 它的持续时间会长 会成持续性 不会这么短暂 不会这么短暂 并且如果是说颈椎 导致的这种疼 它会是双侧 不但是左侧 还会有右侧 还会有右侧 而且跟转头 就做这个动作 会诱发 转头的时候 这个是局部刺激到 局部的神经 它会诱发或者加重 而心脚痛发作 所引起来的 这个左伤之 出现问题不会的 位置呢就是 它往往呢 因为不是局部病变 往往的位置呢 说不清楚 说的你看 刚才这位女士说的 又是肩膀啊 又是这个锁骨上啊 又是左侧 它就比较迷散 具体没有定位 那么具体呢 我们按压呀 触摸呀 也不会产生 不适的症状 像局部的肩周炎啊 或者是这些疾病 那么我们通过一些活动 休息 活动能够加重 休息呢 能够缓解 而这个心脚痛呢 通过局部的这种休息啊 不会得到缓解 因为您处置的方式方法呢 不是处理心脏病的方式方法 它自然不会有效 自然不会缓解 不会加重 不会减轻 这是它 鉴别的这个重要的特点 对 我现在突然想起来 以前我们在说 那个骨科节目的时候 然后专家就提到 如果要是颈椎压迫到了 神经所引起来的 上肢不舒服 你肯定会感觉到 就哪一个手指头 麻得比较明显一点 或者就是整个的这一条线 麻得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刚才张主任提到 如果真的要是 心脚痛发作 所引起来的那种酸胀 可能是没有明确的位置 你反倒定位不准确 不精准 像肩周炎的疼 就是当你抬的这个过程 那真的是 追心的疼 而心脚痛发作的这个 那不会 你活动不会加重 也不会缓解 跟动作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局部没有病变 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一些 自我鉴别的办法 对 最好的办法 还是赶紧去医院 用医生专家来鉴别 这样更保险一些 是的